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举个案例啊 所以说几个能备简单 容器中缓存了用户的接点啊 接点接点的类要保证接点能够插入到容器中 言文之意说 一般的接点类需要提供五三过程 特别过程的含数 存在当上的符啊 这个必须要做这么做啊 那么我们先看下面 嗯 除了 嗯 带可和赛可 除了几困 就是对立和站以外 每个容器都提都提供了 返回接待器的函数 运用接待器可以方便的便利容器中的所有元素 嗯 sdl 不会破除异常 嗯 可以使用 使用者要确保传入的参数的正确性 那个每个容器都提供了一个默认的过程函数 还有一个默认的可备过程函数 嗯 如果一个容器A 那么 那么你可以用容器A来抽出来容器B 啊 这是 容器的通用操作啊 另外的容器里面都有一个元素的个数啊 判断元素是不是空啊 还有判断容器是不是要能啊 不像能啊等 他都给你做了哈 他都给你做了 所以说这个 这日里面我觉得还是这一点 只拷贝的余意 只拷贝的余意啊 只拷贝的余意 只余意啊 至余意这个呢 我给大家调一个安理 添加生件项 虽然这个点比较基础啊 当然大事长你们说一辙啊 容易啊 容器的至余 容器的 容器的 容器的至余啊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哈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哈 sp 那么我们警号2f7变一把hellover的场景起来 那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做个wt吧 尽管include include include wt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来一个wtman1301 然后呢 来一个他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调用f7变一把 然后呢 我们vict准备装老师这么一个复杂的数据类型 这么一个元素 然后呢 v1 然后呢 我们再往里面插入元素 这样的话 我们搞一个老师teac11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次要正做项目了 我们来一个指针啊 原来我们都不是这么写的啊 我们就buff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来一个m下发现m下发现p name啊 这是个指针 它星啊 就直向一块那层空间的手机值 然后呢 应用词 太不见 a 指啊 m下发现a 指 这是年龄 就老师的 名字和年龄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一个 勾动函说 勾动函说的时候 我们来一个 name 差星 差星 name 然后呢 再来一个a 指 然后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 因为它这个指针啊 指针面量和他说指向内存空间面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分别内存 根据内存大条啊 来把这个 把别人传来这个内存手机的指向数据给拷配过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 nue 差 呃 那别人他 别人说多大 我们就假设是这个有它的 资本长度 我们再加个e哈 然后呢 锁成 copy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一个m下发现p name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name给指针所实险 就是从把这个指针所实险内存空间的数据拷配到这个指针所实险内存空间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a 指 等一个a 指 哎 这样的话 我们 先 貌似是把这个guode函数也搞定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一个西股函数 西股函数很简单 如果是m下发现p name 不等一个no 那我们就开始释放对审费 那我们就开始释放对审费 然后第一个意思 它是个 受阻 别忘了加中文号 然后呢 m下发现p name 搞定 然后呢 搞定 释放完以后呢 当然呢 我们严谨一点哈 这样它算是废话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 m下发现age m下发现age 给它改成个0 那够的函数和西股函数都搞定了 f7变异8 然后呢 有个小错误 我们调一下 这个warning呢 我们先加一个 把它给放到上面啊 把它给放到上面 ok ok 然后呢 再来 看这个错误 我们还没弄呢 还没做呢 那f7变异8 ok 那我们就 来一个老师的元素吧 就来一个老师的t1 那这个时候 它提供了构转行数 根据构转行数的运营规则 如果我们 显示了 写了一个有三构转行数 则我们必须要实用有三构转行数 所以说呢 我们不自觉都用到这个 这个场景之下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t1 这个对象有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t1的对象 点pushback里面 然后呢 为把t1给搞进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 它是把这个t1拷贝的一倍放进去容器了 把 把 把t1 拷贝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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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入到容器中了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类必须要提供一个 提供 当然呢 相似的情况 它肯定会存在一个也只认问题了 你看 因为那个 v1 拷贝到 t1 拷贝到v1里面去以后呢 会出现深拷贝和前拷贝的话题 会直向两个辅助值面量 直向同一块内的空间 那这个时候呢 当这个vict 吸过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个类的吸过函数 然后呢 把里边容器的容器给删掉 删的时候会发现 造成我们内层的靠档 成立的靠档 那我们看一下 走你 走 走 知道了 meme反应也很简单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么样啊 这么 呃 我们再来一个printf 准备 printf 然后来一个输出 对吧 说说说 我们来一个m 先上t 再来一个m 嗯 再来一个n 嗯 那么我们画一个版本啊 试一下啊 这都是 不动系统下 它可能情况不一样 那么我们ft变一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个dbug啊 凡是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程序啊 那么走一遍 走你 你看 倒掉了 啊 区别这个问题原因啊 就是我们以前跟他讲的一个话题 就是在这里 深拷贝和前拷贝的话题啊 深拷贝和前拷贝的话题 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 你看 你看 就相当于我们那里面有一个指针 然后呢我们 我们发现就是 嗯 p1 是个对象 p2 也是个对象 然后呢 要upjk1 等号给upjk2 的时候 他默认的情况下执行的是一个 前拷贝 其他编译提供的默认的拷贝过的函数 这个时候呢 嗯 还有等号搜索都是一样的哈 这个时候呢 相当于 这个 这里边有个零 是指向这个那个空间 这个零还是也指向这个空间 当我们这两个对象都吸过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会掉 都会掉这个类的吸过函数 然后会调用同样一块内层被吸放两次 被吸过两次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也很简单 就需要我们 啊 我们就是把这个拷贝过的函数给 充载了 充写一份 然后呢 同时呢 那个等号搜索符 我们也重写了 这样的话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下面呢 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 嗯 我们就冲 先写一个拷贝过的函数吧 我们不使用cfn 提供的默认的拷贝过的函数 我们自己来一个拷贝过的函数 然后呢 有 t 啊 来个 obd obd 那 拷贝过的环数呢 用场景是这样的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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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t1 拷贝给t2 用 相当于用teach teach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根据teach 大小 分别内存 把这个内存 拷贝给t2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比较简单了 就m相当于p 然后呢 我们要根据new 这个差的大小 obj 的内母 加1 是吧 然后呢 使用copy 出来 m相当于p 内母 然后呢 obj 点m相当于内母 然后呢 再把这个m相当于a 值 给到obj 点m相当于a值 那这样的话 就是copy过的环数完成了 下面呢 我们再做一个比较重要合作 然后这个视频内啊 下面呢 我们再做一个 重载等号操作符 重载operator等号操作符 等号操作符 operator 他 重载等号操作符 这个男脸 我们也给大家讲了 他 需要这么做 首先呢 要 来一个 他的用场景 我们先说用场景啊 T 他有可能是T3等于T2 然后呢T1 他只要支持连等 这是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先执行这个呢 所以说呢 这个返回值 必须要有一个引用 那我们 就把它给写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点啊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还是在发明互 那么说明技术支持 还比较差 那赶快回去 听他们视频啊 把这个点给展过了 那么 OK 这是他的航数远行 搞出来了吧 F7 另外呢 我们需要 重载 重载的操作符啊 他的 运带符重载啊 他这个 拿脸 他也是两个步骤 首先呢 T1复制给T2 T1复制给T2 需要 T1复制给T2 要把旧内存给释放掉 先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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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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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旧T2的旧的内存释放掉 释放掉 然后呢 根据T1的大小 大小哈 大小啊 分配内存啊 分配内存 然后呢 拷费数据 拷费 T1的数据 OK 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哈 那么我们就搞吧 然后呢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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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下 发现P内母 不等一个no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delete一个硕组 是吧 M下 发现P内母 好嘞 然后呢 M下发现P内母 给它支撑no 等一个no 然后呢 M下发现A 给它支撑0 下面呢 我们给你T1大小分配内存 给你这个objects分配内存 那就是M下发现P内母 等一个new X 然后呢 来一个中号 然后呢 时存内 然后呢 我们他点P内母 然后呢 加一个1 分配合内存以后呢 然后呢 根据大家可不说记了 那我就写在一块了 时存copy 然后呢 M下发现P内母 然后呢 就是M 这个是 OB G 点M 内母 啊 然后呢 M下发现A 等一个OB G 点M下发现A 是吧 这是固定的死套路 然后呢 Rating 现在要 新LIFE自己哈 LIFE自己 F7 编译吧 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DM什么全充载了 这样的话 我们 在这个场景之下 我们把这个V1 插入到 把T1插入到V1里面起的时候 那么里面在容器内部执行一个制拷贝 相当于容器里面也有一个T1 这个时候呢 他将执行这个拷贝构的函数 至于拷贝构的函数的时候呢 嗯 我没有拷贝构的函数 我没有冲起来 我们没有用西加冰机给我们提供的拷贝构的函数 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啊 然后呢 在元素吸过的时候 他会把那边元素的东西给拿出来 都给释放掉 那这样的话也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走一把 哎 你看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啊 所以说 请大家一定要深刻的理解 呃 实际上深刻的理解 这个啊 只拷贝这个羽翼啊 是什么意思啊 所以说呢 以后我们的结论也被简单 啊 你要保证你的接点能够被插入到容器里面去 同时呢 所以说方法很简单 提供午餐的 嗯 勾断还说 提供拷贝勾断还说 充在等方三大夫啊 把这事情都做了啊 就可以安全的把你的类子对象 放到容器里面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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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